第1816集 无上真灵 虽然看不到什么样子 只能凭着触觉感觉 有的叶子三角形 有的叶子椭圆形 有的叶子纯圆形 有的叶子巨齿形 有的叶子干脆就是无规则的 其中还有没有叶子 就只有一根草径的 还有些是上面没什么特点 但下面生长的东西 却是千奇百怪 有葫芦形 有炮弹形 有竹笋形 有海碗形 甚至还有水蜜桃形 这可是一段并不算很长的路途 居然密密麻麻的生长了不下数百种杂草 而且只要是前面有的 后面就绝对没有 而后面有的 前面也没有重复 这里至少有三百六十种植物啊 楚阳一路分辨着 终于发现前面没有了任何植物 如果能够确认没有错漏的话 那么这里的植物 就是有三百六十种植物 前方仍旧是一片黑暗 但是在感觉中 这片黑暗中竟然有无限光明的特异感觉 是的 虽然眼睛仍旧看不到任何光亮 但楚阳的感觉 却就是这个样子 中间有光明 有着无限的光明 说起来 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问题 连楚阳自己也认为 自己莫非是出现了错觉 自己连自己都看不到 还能感觉到大千世界的无限光明 这不是扯淡吗 但是这种感觉却真实存在 一步迈出之前 所在之地乃是草原 然而一步迈出之后 立身之地却又变成了荒漠 楚阳眼泪口唾沫 继续往前走去 只得三步之后 却感觉到前面的光明竟然越来越耀眼 甚至都有些同仁生疼的痛楚感觉了 然而睁开眼睛望去 仍旧是一片黑暗 那份因耀眼而产生的疼痛感觉 及时地因无尽黑暗而消弭 楚阳分明就感觉到就在眼前 心中一横一伸手抓了过去 随即楚阳的手就在半空中 突然停顿 再也不动了 楚阳清晰地感觉到一缕白光 从自己的手指尖 束呼间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下一刻某种东西直冲脑际 后续还有无数的白光 源源不断地进来 楚阳瞪大了眼睛 感觉到的就只有不断地刺目白光 但只要睁开眼 依旧是满目黑暗 极端相反的光暗对照 视觉所见无尽黑暗 然而自己的意识中 却分明正有烈阳当空 丹田中突然传来骨髒的感觉 楚阳不敢怠慢 急忙内视观察 只见到自己的九处丹田中 红灵真丝的数量在急剧增长之中 突然间 轰的一声巨响 楚阳觉得自己的意识 瞬间变成了无数碎片 在整个宇宙之间肆意地徜徉 分明感到 一颗带着太阳一般光芒闪亮的珠子 恍惚之间冲进了自己身体 而楚阳的身体 却在刹那间就失去了一切控制 浑身的血脉经脉 同时鼓涨起来 那是一种 一口真的吃成了一个胖子 那样的微妙感觉 楚阳几乎晕眩一般地 晃了几下 正在想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下一刻就完全失去了意识 摇摇晃晃 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上 一阵黑暗的风吹过 似乎是有个声音轻声说道 天地精灵 黑白相成 万法归一 乾坤一统 大道无边 有法无形 苍穹至尊 无上真灵 楚阳晕倒的这一刻 也正好是谈谈 木桩子一般倒地之事 两人在同一时间内 失去了意识 只如重归混沌 这里确实就是宇宙本源的所在 本来是开天辟地之后 遗留下来的那部分无法消除的部分 经过亿万年的沉淀积累 终于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部分 光明与黑暗 若是任由这里继续存在蜕变下去 或者在很久很久之后 就会渐渐形成新的混沌天地 脱离这个世界 自成一界 而这样的天道形成 不加于任何外力 就可以被称为天经地灵 若想要获得这样的原法 条件极其可可 一来 要有经历生死的两人 同时进入此地 两个人都需要拥有 前世今生的记忆 都有生存死亡的切身感悟 二来 这两个人还必须是同心同德 而且要出自同根同源 三来 就是两人的功法完全对立 正邪不并 第四则是二人的修为 也要达到相当的程度 还得大致在伯仲之间 不相上下 以上这四个条件 缺一不可 缺少了任何一样 也绝对不会引起大道感应 但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简直难如登天 又或者说是 根本就不可能 什么人能知道自己的前生后世呢 既然是同根同源的两个人 又怎么会正邪不并 既然是正邪不并 又怎么会有同心同德呢 这根本就是一个完全矛盾的 别扭的条件 然而 究其根本 却又是合情合理 天地生成 那就必然会伴随着彼此对立 天与地 黑与白 正与邪 善与恶 相互对立 实则本质如一 所以这些条件 缺一不可 这处神秘的地方 存在了这么多年 而这两个大道印记 始终都还存在 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 就是这个道理 而楚阳与谭谭 却正好是符合了这个条件 已连四项 几近不可能齐倍的条件 全都符合 楚阳乃是重生而来 两世为人 而谭谭体内 也有前世魔王的元魂 这最艰难最难以实现的第一个条件 已经达到 接下来 两人乃是师兄弟 授业者是同一恩师 这就是同根同源 然而 楚阳却还有另外一层 九节建筑的身份 而谭谭呢 无巧不巧的 也有另一个绝世魔王的身份 竟正是完全坠立 正邪不病 偏偏二人感情深厚 相互间可以为了对方舍弃一切 这无形中又符合了同心同德的要求 至于最后的条件 两人大致在伯仲之间的修为 反而成了次要 但这其中也颇有巧合之处 楚阳的修为要稍高一些 但进入这里之后 乃是魔王主导作战 却又将谭谭本身的修为 提升到了与楚阳本身差不多的层次 就这样 四项近乎不可能计合的苛刻条件 竟是完全符合 所以二人才能感受到 大道印记的存在 楚阳在深沉的昏迷中 只觉得有人在跟自己不断的说话 却始终听不到对方说的到底是些什么 只是其中有几个字眼 非常清楚 摆脱你的道 天之道 在遥远的某个所在 这里是一个蔚蓝色的星球 一个白衣少年 正躺在两棵树之间的一个软兜上 摇摇晃晃 惬意非常 突然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睁开眼睛 嘴角露出一丝莫名的笑意 随后就打了个响指 老黑 哪儿呢 他的面前在一个响指之后 就瞬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一个声音摇摇而至 我在战斗 白衣少年哈哈一笑 随即一个黑衣青年无声无息的从某处的空间裂缝里钻出来 背负双手 一副狂妄的不可一世的嚣张的样子 只是眼角却有几点乌青 嘴角也有些红肿 似乎是刚刚被某人狂揍了一顿 你说你在战斗 我看你是在挨揍吧 啊 白衣少年摇晃了脚丫子 你还好意思讽刺我呢 他也不当人子了 单打独斗拿不下我 居然联手为攻 奶奶的 黑衣青年怒骂一声 他们那些人每一个都由我在伯仲之间 居然五六个人联手为攻我自己 真好意思啊 那些人的脸皮都快赶上你后了 白衣少年捧腹大笑 哈哈哈哈 所以啊 那个地方我从来都不去的 除非确定只有一个人在的时候 黑衣青年哼了一声 突然间勃然大怒 你这次跟我说 就是只有一个人在 结果老子去了 确实所有人都集中的在这里开会了 他妈的 这阵揍挨的那叫一个瓷石 嗯 你这王八蛋的害我 白衣少年露出一副纯洁的表情来 我要是不害你 我害谁啊 你不也瘦我脸皮厚吗 不干点脸皮厚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啊 黑衣青年文言 微直气洁 眼见就要勃然大怒 大打出手 也不知怎么的 神色突然又缓和下来 随即也是一阵蓬腐大笑 不过啊 这一仗打得真舒服 真是过瘾啊 好久没这么痛快的爽一把了 说吧 这次找我啥事啊 咱们之前选的那个人 现在貌似出现意外了呢 很大很大的意外啊 白衣少年的脸上含着春风般柔和的笑意 我就最讨厌你这个德行 分明就是一个一言不合就灭人一个世界的杀屁 却天天做出一副柔和温暖的样子 你就糊弄自己吧 真真是配了 你是说那个小家伙出了意外 具体什么意外啊 你不懂啊 这叫风度 正牌高人才有的风度 白衣少年彬彬有礼的携笑着 你这种九优世界出来的粗批 懂个屁啊 黑衣青年嘴歪眼邪 你是不是想要打架啊 有的话就明说 白衣少年哈哈一笑 就瞧你今天这样 我哪还好意思欺负你啊 只不过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就是了 哪有趣了 收上 小家伙现在得到了 可以摆脱我们为他规定好的路线 去走完全属于他自己道路的机会了 白衣少年淡淡的笑着 啊 竟有这种事 不可能吧 黑衣青年一阵诧异 不能不诧异啊 以他们两人之能 设定规划好的道路 现在居然有人能够跳得出去 这实在是一种艺术了 这可是好事来着 老黑啊 或者不久之后你就能有新的对手了 而且不止一个呢 黑衣青年哈哈大笑 但愿如此吧 既然一有艺术 我们就干脆静观其变好了 这样更省事不是 艺术不艺术的也没什么所谓了 不过大道之路 之前不是已经满了吗 从来没听说过 这玩意儿还有增加的可能啊 黑衣青年皱着眉头 怎么突然间又有了呢 这是有被定数的吧 白衣少年淡淡的笑了笑 呸 定数啊 你忽悠自己呢吧 这种事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有了你我这样的变数 定数早就不定了 就如眼前而言吧 或者你或者我 将这个艺术抹去 甚至将那大道印记永久封印 难道是很困难的事情吗 何必自欺欺人了 庸人自找吗 我就问你 咱们这个层次上 要是就只有咱们几个人 未免太无趣了吧 他的眼中泛起了极许莫名的色彩 只有人多了 才会有更多精彩啊 胭脂如你我之上 就没有更高的层次了 若是我们能够再上一层楼 又会是何等样子呢 黑衣青年摇头 我想应该不会再有了 到了你我这种层次 已经是挥手间银河济灭 弹指下沧海桑田 要是再有更上一步的层次 真心的难以想象了 第1816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